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2014年年底 挂牌公司总数达到1572家 一年增长了1276家 截至7月30日 新三版挂牌企业已达到3018家 它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便超越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总和的2800家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新三版当中已经有三家公司实现了转版 也就是从新三版变成了中国的A股的创业版公司 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一共有近十家新三版的公司 转版成功成为了A股的上市公司 那这一系列消息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遐想 也就是说只要我走进了新三版 未来是什么 未来我可以通过一个快速的通道走进中国的资本市场 那么我们说新三版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中国的中小企业家 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一向是缺乏投资机会的 所以在中国一个上市公司 这里边在国外很难见到的什么 一个叫壳现象 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壳子 基本上都是在三十亿以上 那在国外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价格 但在中国还算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这个属于A股的壳子 但竟然没有想到的在新三版 居然也出现了叫做新三版壳子的现象 据说现在新三版的壳子已经炒到了一千万 新三版这个壳子是不应该值钱的 因为进入新三版要比进入主板要容易的多得多 它的各种门槛条件非常的低 但是现在我们说在新三版当中排队的已经超过了七百五十家 在短短的几年中新三版的挂牌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几乎跟A股的上市公司的数字是持平的 在这么一种环境当中 没想到新三版的壳子还居然可以卖到一千万 你就知道其实中国的企业家对新三版那种渴望的程度有多大了 那么新三版真的是你想象当中的一个天堂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走进资本市场 你需要具备几个功能 一个什么功能 一个融资的功能 第二的功能是什么 流通的功能 对一些中国的中小企业来说 中国的企业的融资的渠道相对来说是匮乏的多的多 不像在美国很多的企业它有很多的融资的方式 而在中国真的是除了走进资本市场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互联网企业 你才可能拿到一些风险投资之外 对我们中国的传统企业来说 你是很难获得融资的 那么恰恰是中国的新三版的推出 给中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打开了一扇大门 因为我们说过去无法融资的企业 只要你走进新三版 总能找到那么一点点融资的可能性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在里边 某一家新三版挂牌的企业 它的收入只有220万 还是个亏损企业 这个没想到它新三版以后 做了一个叫做定向融资 融到了多少 4000万人民币 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的收入才220万 你是一个亏损企业 你怎么可能融到4000万呢 这就是资本市场 也就是资本市场看中了什么 看中了不是过去 你过去的业绩好与坏 只能代表过去 最重要的是什么 看你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性 我想为什么投资者愿意把4000万 给了这个只有220万收入的一家企业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我投入4000万以后 这家企业有可能带来一种爆发性的挣扎 这就是资本市场的一种博弈 第二是什么 我们说走进资本市场 很多企业融资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一些优秀的企业 我相信他们缺的不是钱 那么他希望什么 希望去把资产证券化 也就是我希望把我的资产流通 无论说我们说中国的这些优秀企业 像阿里巴巴也好 还说我过去服务的盛大也好 新华都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盈利的企业 本身资金充足 那么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去上市呢 看上去上市是为了融资的目的 其实这些企业都不差钱 那为什么要去上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流通 也就是我拥有了公司的股份 我如何把它变成可流通的证券化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说的再直白一点叫什么 靠线 所以说它的流通性变得非常的重要 中国的A股是全世界流通性最好的资本市场 我们看到中国的A股屡次创造了世界纪录 成交额都是两万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三版的流通性怎么样呢 新三版的上市公司当中 其实流通性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我们说真正在流通的可能也只不到10% 是具有一定的流通性 跟A股比那差的很多 有一定流通性 每天交易量可能在一百万到几千万之间 剩下的90% 你是登陆了新三版 其实你还没有实现上市公司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流通性的功能 那些公司都是叫沉默的公司 虽然你是一家上市公司 但是你们家公司的股票是没有办法流通的 这样的公司其实上市意义就没有那么的大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一个流通性的公司 你必须有券商来帮你来进行承销 这叫做市商 那么真正进入做市商的 刚才我们说的真的还不到10% 所以我们说你想进入新三版 固然很好 你实现了你的融资的这个目的 为你企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何让你的资产变成证券化 也就是把它变成流通 一定要让自己的公司变成一家做市商的企业 特别是对那些未来要进入新三版的企业 我想给你提醒一点 就是进入新三版不难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走进做市商 做市商制度就是以做市商报价形成交易价格 驱动交易发展的正确交易方式 与新三版原有的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并存 挂牌企业获得做市商做市 可以极大程度上的促成果权的交易 更高效地募集到资金 自2014年8月引入做市商制度 仅三个月的时间 其带来的交易额就超过了协议转让的方式 累计成交超过5万别 同一时间 协议转让成交仅3万别 今年3月18日 代表新三版市场流动性 和市值最优企业的新三版做市指数正式上线 仅半个月时间 就从1682点 一路飙升至2673点 然而 做市商对挂牌企业挑选严格 目前新三版市场 3000多家挂牌企业中 仅有不到30%的可以获得做市交易 作为新三版做市商之一的中性正确 选择企业的做市标准 盈利要求进创业版 成长性要求更是高于创业版 这个券商不是说 每一家企业它都帮你做做市商 为什么 因为它的收入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你的交易当中 它提取的佣金 如果他看到这家企业 根本就没有做市的可能 它根本就不会来为你做市 那券商他们偏爱什么样的企业 愿意去帮他做市呢 他们有一些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要连续两年盈利 而且最近一年的利润 不少于500万 你有没有感觉跟这个创业版的要求 有点像 创业版是两年盈利 然后呢 累计1000万 过去最近一年的 这个利润不低于500万 这也是新三版的做市商的一个非常看重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其实跟创业版的条件是一样的 然后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人民币 这和创业版的最低收入要求又是完全的吻合 然后最近一期净资产不小于2000万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 就最近两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30% 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0% 他才会愿意来做市 然后呢 还要什么 就是符合什么 符合两高六星 这个两高六星成长性高 科技含量高 这个是我们叫高科技的行业 星是什么 新经济 新服务 新农业 新材料 新能源 和新商业模式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到新材贩上市 我们列出了一些企业 看看是否跟你有相对应的 第一就是还没有盈利的互联网和高薪企业 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当中 刚开始几乎都是在烧钱 所以你烧钱的过程中 你走进中国的A股市场几乎是不可能 而且呢 你的体量相对比较低 美国的纳斯达克又看不上你 但是你是一个互联网 高薪企业 那这个时候呢 新三板给你打开了一栏融资的大门 也就是因为新三板对一些互联网企业 它的门槛是降低的 包括它的融资的门槛 包括做市商的门槛都是降低 就是鼓励你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不断创新 所以这一类的企业 我觉得是最适合走进新三板的 同样未来两三年有上市计划的企业 就是现在我们说看一下A股创业板的要求 可能相差还有一点远 因为我们说要连续两年盈利 然后利润不低于五百万 我相信很多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真的达到这个目标就直接走进创业板了 但是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我们有信心 在未来的两三年当中有能力来实现这个五百万的利润 那对这样的企业 我们说走进新三板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通道 因为新三板的转板要比通常的这种排队的转板要来的顺利的多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已经有三家公司成功的从新三板转板成为了创业板 那么对那些未来有上市准备的企业 其实完全可以先挂一个号 走进新三板 这里边走进新三板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把你的企业做的规范了 因为我每年做审计把历史严格梳理清楚了 把股东的架构也梳理清楚了 把这个公司的治理的规范也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后 所以当你一单的你的利润你的收入达到了创业板的要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转板也变得容易的多的多 所以说对那些未来在短期内有上市希望的这样的企业 我建议应该去思考一下怎么样去通过一个预备班 新三板就是一个A股的上市公司的预备班 我们说今年预备班走进A股的话 相对来说要容易的多得多 第三个是寻求并购或者被并购的机会的企业 我们说在这资本市场当中 其实我们能看到的是并购的浪潮 你通过资本的运作的方式 你可去并购如果我们说没有进入资本市场 你并购别人只能通过什么 更多的是通过现金的方式 那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企业现金确实没有那么的充足 那就想去并购一些比如说下游企业或者是同行的企业怎么办 那我们说当你走进了新三板这个资本市场以后 你的股票是有估值的 那通过你的股票的方式 新发行股票来进行并购 所以说走进资本市场 其实是为你并购打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同样也是一样 有些企业我也许并购别人我没有机会 但是我也不排除被别人并购 因为你已经挂牌在新三板当中 过去你的企业是默默无人 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是一旦你成为了新三板的挂牌公司以后 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你的企业 你的竞争对手 你的上游 你的下游可能都会在关注你 那这里边很有可能你成为了一个被并购的一个标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让自己成为一个标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因为你是新三板的挂牌企业 你的股票是有股价的 那我们说在并购的过程当中 其实价格是一个最难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这个时候你被并购的时候 你真的相对来说要比较容易的多的多 比如说还有一类企业 你想进行股权基地的企业 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人才的时代 人才时代当中需要什么 需要就是更多的有能力的来帮助你 来把企业做好 那么在中国其实股权基地 并不是一个大家通用的一个基地这种方式 而且用目前的公司的法律法规 也很难来做到这个股权基地 但是一旦你成为上市公司 你可以用股权基地的方式 让你的核心人员获得股票 然后这就是达到了你的股权基地的方式 因为第一就是我可以通过期权的方式来进行股权基地 第二哪怕就是新增发股票给我们的核心成员 这样的话因为你是一家上市公司 你所增发的股票其实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是一家未上市公司 其实你发行的股票是没有一个价值的股票 我相信核心成员对这样的股票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我们说对那些想进行股权基地的企业 走进新三板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在里边 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 受IPO政策限制性的暂时难以上市的企业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IPO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规定和规范在里边 那对很多企业来说它需要解决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 比如一家企业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你需要把过去十年的历史都要梳理清楚 因为中国的这个上市公司证监会看了更多的是过去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年你所有的历史的问题 你都要需要一个梳理 那对很多企业来说成本太高 对很多企业来说甚至你都无法解决一些历史严格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叫政策法规的红线 在中国的上市过程当中 如果你触及了政策法规的红线 你是没有机会就可以上市 但是你的业绩又相对来说又比较好 未来又有成长性 也会受到资本市场的欢迎 这个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进入新三板这么一个通道 同样走进资本市场 来规避的一些在IPO过程当中的政策法规的一些红线 那这样的企业目前也是走进新三板那个最好的一个机遇所在 大家也许会注意到 目前在A股上市均称为首次公开发行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IPO 而在新三板上市均称为挂牌 业内目前戏称新三板挂牌上市为注册制 新三板采取的是协议转让和做事商的交易模式 虽然划归场内 但目前仍是国外流行的场外交易的模式 所以市场期待监管机构在将新三板划归场内交易的 场外正确业务备案管理办法出台后 会有细则 实行竞价交易和分层管理 以激活新三板更大的交易活力 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拥有自己的企业 然后呢 你的企业 刚才说 至少有一条 我相信你是肯定需要的 你融资肯定是需要的 你是需要提升品牌的 就这两点 我就觉得完全构成了 你可以走进新三板的理由 只要有一条就可以走进新三板的理由 那新三板需要成本吗 当然需要成本 我们说这个券商帮你走进新三板 市场的报价 差不多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 这么一个报价 我觉得这个报价 其实还不是一个最大的成本 最大的成本是什么 最大的成本要把你过去几年的 这个历史要严格梳理清楚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 未来你要把你的企业做的正规 那么正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税收的正规 这是给我们企业带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 但是我觉得 做一家优秀的企业 交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对每个企业来说 都应该把自己的企业 定一个小小的目标 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的企业 走进新三板 我们说走进新三板 给我们带来的 无论你是融资也好 品牌也好 哪怕是我走不了 做市商没关系 但是只要给我增加融资功能 只要能给我的企业带来品牌 只要让我的员工受益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 更加实惠的东西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国的新三板 已经成为了一个时尚 大家都在关注新三板 老百姓也在关注新三板的 投资基金公司 也在发行新三板的基金 企业家 他的目标 就是如何把自己的企业 在尽快的短的时间内 走进新三板 所以这新三板 给我们投资者 企业家 包括普通的老百姓 都带来了一些巨大的机会 根据今年5月披露的 2318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2014年年报信息来看 盈利企业1988家 做市的278家股票中 亏损的仅有9家 盈利比例高达96.7% 其中 2014年净利润 在亿元以上的新三板公司 共有19家 其中 相材正确 以7.8亿元的净利润 排名首位 成大生物净利润 为4.4亿元的排名量 此外 啃风种业 中科招商 酒井投资 盛权集团 新产业 核权药业等企业 净利润均超过2亿元 另有其他11家 新三板企业净利润 在1亿元以上 新三板挂牌企业 如此娇人的盈利能力 自然让投资者眼馋 那么 普通投资者 如何投资新三板呢 新三板已经成为 很多投资者 看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当中 这个新三板的这个股票 暴增了5倍 10倍 甚至更多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我们怎么参与到 这个新三板的盛宴当中去 其实我们说 新三板的投资 其实还是要求很严的 第一 对机构投资者来说 他要求什么 最低的机构投资者 是500万开始 才能拥有一个投资者的资格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我相信我们是 很难来参与到 一个500万 这么一个底线的投资门槛当中 那么其实老百姓 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 在市场上 很多的基金公司 在发行新三板相关的公募 或者私募基金 那么就是 我们不能直接投资新三板 我们还有种办法 是通过基金的方式 来投资新三板 那么基金公司 对投资者的要求 就没有那么高了 不像说100万200万 很多基金公司 在最低门槛 只要1000块 就可以参与到 新三板的投资当中去 给我们的普通投资者 也有一个参与到 投资新三板的 这么基于当中去 当然我们说 新三板的投资 和A股的投资 有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貌似风光精彩 但是结果你很难预料 为什么 因为基金公司 一般的锁定期 是三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三年当中 我们真的不知道 未来新三板的走势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二就是说 即使到了三年 新三板的股票的价格 还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说 真正要来兑现 套现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再去卖股票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 维持那么高的股价 所以我们的普通的 这个投资者 真的在投资新三板 一定要谨慎 今年三月三十日 卡姆医疗单日 暴涨337.25% 四月三日 安危市从0.1元涨到十元 暴涨1000倍 智力医学股价 更是在短短三个月左右 上涨了百分之一万七千两百 截至三月二十七日 参与做事商交易的 新三板股票中 涨幅五倍以上的有十只 涨幅两倍以上的有38只 然而 一夜暴富和一夜赤评的故事 不仅流传于传统工程 在中国新三板市场上 也多次上演活生生的案例 4月22日 新三板热门股中科招商 收盘报4.86元 单日暴跌90.98% 更惊人的是 这支新三板中的新秀 4月10日财挂牌 挂牌价18元 在五天的时间里 股价一度接近109元峰值 除了个股之外 坐上过山车的还有指数 今年4月7日 新三板做市指数 创本轮行情的阶段高位2700点 然而 随着六月中旬 A股暴跌行情的展开 新三板做市指数 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 指数累计下跌超过1400点 跌幅几乎达到了腰斩的水平 我们说 参与投资新三板 是个有趣的事情 可以了解中国中小企业的一些情况 甚至有可能 万一真的是 抓到了一个风口 可能给你的投资 带来巨大的回报 但是我们说 这毕竟投资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特别是投资新三板 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尽量不要参与到 新三板的投资当中去 因为毕竟我们对企业 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它的流通性 它的锁定期 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在里边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 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 去投资新三板 当然 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 他对企业了解 对新三板的未来 充满信心的 不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去投资一下新三板 通过公募或者私募基金的方式 今天我们从各个视角来 讨论一下 中国新三板 对企业家来说 新三板像个天堂 但是对投资者来说 有可能是天堂 甚至有可能是地狱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很难去把握 新三板的股票的 这个未来的走势 特别是在他流通行 里面相对